桂姐是整个天水围最会挑榴莲的女人 榴莲熟不熟 够不够香 桂姐敲一下就知道 她每天精神抖擦地来超市工作 为大家开榴莲盲盒 一开一个肘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带来的电影是 天水围的日语夜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 原是一条小围尊 1980年代末被改造为新市镇 居住在这儿的30万居民 多为底层老公 由于天水围发生过多起 震惊港媒的轮昌灿岸 该地被视作悲情市镇 但其实像桂姐这样的普通人 大家都忙忙碌碌讨生活 过得和其他地方的人没什么两样 桂姐老公去世多年 她一个人抚养儿子安仔很不容易 平时桂姐在超市做工 虽然薪水不多 但母子俩生活节俭 日子也过得平静 安仔会考结束后在家里等着放榜 她很乖几乎不入门 每天桂姐说工回家只做两样菜 鸡蛋料理还有一碟青菜 别小看鸡蛋料理 为了让餐桌丰富起来 桂姐把鸡蛋蒸着吃炒着吃 配着叉烧或者瞎人一起吃 安仔从未抱怨 菜怎么这么少 只要妈妈做的 她吃着就开心 今天是桂姐母亲七十大寿 可她在寿宴现场 举促得像个外人 其实作为一女两男中的大姐 桂姐对这个家的贡献无可挑剔 她十四岁那年就辍学出来打工 供两个弟弟念书 好在弟弟们都很争气 个个成了老板 二弟还在匡湖居买了大别墅 两个弟弟感谢桂姐的付出 也有心拉姐姐一把 但是桂姐要强 不管穷日子 富日子 自己过的才是好日子 况且她不能这么大岁数 还带着儿子回到娘家住 排桌上 桂姐顶替弟妹打牌 赢了钱算人家的 输了钱她自己补上 安仔也不会加入 弟弟妹妹之间的排局 他们说话的时候 还夹着英语 安仔觉得 还不如到一边坐着 母子俩吃完饭就走了 桂姐生怕弟弟安排车子 送自己回天睡围 那样太给他们添麻烦了 桂姐和安仔之间 交流不是特别亲密 但是桂姐对儿子 百分之一百的放心 安仔也会打耳钉 染头发 玩游戏机但绝对不会沾染 赌博类的游戏 一到黄昏就回家吃饭 朋友怎么留都留不住 她知道妈妈挣钱不容易 退掉了很多毕业应酬 只参加了一次团祭 她倒是不信教 只是应了朋友的邀约 活动时 主持人大家用大树 代表自己的家庭 安仔在树干上写自己 树干上只有妈妈 主持人还想让各位同学 多听听父母的话 要相信上帝 爱护父母 但安仔根本没有 不听妈妈话的想法 她听着其他同学的叛逆发言 对父母的吐槽 觉得这里真没意思 像早点回家吃饭 这次团聚之后 安仔也不是一点感觉没有 她更体谅归进 买报纸都会去便利店买 相同的价钱 能多送一包纸巾 这几天 楼上搬来了新邻居 孤身一人的婆婆 婆婆每天买一把 长大的牛肉 中午吃一半 晚上吃一半 剩下时间就发呆 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 婆婆唯一的亲人 只有外孙 但外孙也和父亲 搬到沙田去了 父亲娶了别的女人 阿姨很惦记外孙 不知道继母带她好不好 也不知道外孙会考 考得怎么样 能不能去大学念书 婆婆想给自己招点事做 就去贵姐工作的超市 硬品卖菜 婆婆有经验 顺利拿下工作 但是经济状况 没有因为微博的工资变好 她站在货架前躲步 三桶一套的豆油太多 吃不完 只买一瓶 又贵三块 贵姐是个热心肠 她自从在电梯里 见到婆婆之后 就记住了她 现在贵姐看到婆婆为难 就直接送了她一瓶豆油 那天婆婆想买一台电视 价格很低 但是配送费要七十块 婆婆舍不得 正好遇见贵姐 她一个电话叫安仔下来 不但帮婆婆搬了电视 还修好了坏掉的灯泡 婆婆越看安仔越喜欢 好像是看到自己的外孙 隔天 安仔的亲姥姥生病住院了 她没什么大事 说自己气短头晕 其实是想让孩子们多关心自己 两个儿子都很忙 儿媳也不愿来 只有贵姐知道妈妈想吃烟窝粥 提前做好 让安仔带过去 还说 这是大儿媳做给婆婆吃的 把孝顺的好名声 都让给弟妹 几天后 婆婆拿出珍藏的冬菇 撕掉价钱 一路小跑送给贵姐 让她做给安仔吃 贵姐不想说 但是看到婆婆执意让她收下 晚餐时间 安仔就难得吃到了 又肥又厚的大冬菇 在那之后 贵姐和婆婆成了 经常拼单的好朋友 婆婆想给孙子打电话 又不敢问 贵姐劝她打电话试试 可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是外孙的寂寞接电话 婆婆没说几句就挂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婆婆孤苦无疑 贵姐其实也没走出过悲伤 一天晚上 安仔找到一条裤子 很窄 穿不上 贵姐看出 这是先生的裤子 她拿去垃圾桶扔掉 却实在不舍 贵姐从未在旁人面前 对先生的离世 痛哭流涕 但不说 不代表不痛 贵姐和丈夫感情很好 安仔印象里 只记得父母恩爱的场面 却从未记得 妈妈情绪崩溃过 那天 大家一起去参加 表姑妈的葬礼 表姑妈的大儿子和贵姐姐弟十几年不见 她还能叫出每个小辈的名字 这个大儿子也不靠谱 儿子是律师 女儿是医生 自己爱赌博 动不动就跳楼 其实也是想让孩子多关心自己一点 会靠放榜之前 婆婆拿出棺材本 买了金项链和金戒指 拜托贵姐和她一起去沙田 看完孙子 但是到了沙田 外孙打暑期工 没见婆婆 只有女婿出现 女婿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女婿 她没要婆婆的金项链 二金戒指 也是直接告诉婆婆 你以后不能指望我给你养老送中 虽然话说得很委婉 但是婆婆都明白 就连买单都是女婿来的 回家的大巴上 婆婆把金项链 二金戒指都给了贵姐 贵姐一路看过来 她根本拒绝不了 就说以后 你有用钱的时候 我帮你搞定 就算将来我做鬼 我都会保佑 安静读书 三三四四 婆婆把贵姐当做亲人 贵姐何尝不是把婆婆 当成妈妈看待呢 在妈妈快要出院的日子里 贵姐终于抽时间来看她 看着大女儿坐在身边笑苹果 对自己生病的事情 一清二楚 即使从燕窝中那里 妈妈就知道 一切都是贵姐做的 但她也说不出 谢谢贵姐的话 走人再给男个好 要给男子 安仔没事的时候 会帮妈妈打扫卫生 贵姐嘴上说她笨 心里可高兴 那天大舅舅来家里送月饼票 安仔送她下楼 大舅舅说 会考 考得不好也没事 自己和小舅舅 会送她出国留学 钱的问题不用担心 安仔和贵姐都很佛系 书读不好就出来打工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天在超市 安仔碰到了徐老师 徐老师让她回学校帮忙 不是每个孩子都像安仔这样 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浴室冷静 让她回学校帮忙 老师也觉得安心 今年的月饼味道很棒 果然是打叫就加送的 吃起来很贵的味道 到了过节的日子 贵姐给妈妈打电话 说过不去了 然后和婆婆一起逛菜市场 卖了安仔喜欢吃的冬菇 安仔在放爆后 成功回到辅导处工作 她今天有事要忙 婆婆和贵姐在家 准备了她爱吃的食材 一边念叨什么辅导处 这么晚不让孩子回家 一边欣慰 我们安仔真有出息 窗外是甜水围的万家灯火 屋子里 安仔和婆婆和贵姐拨柚子 柚子又甘甜又多汁 一家人吃了脸上都挂着幸福的微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水围的日与夜 是一部没有大吉大福的影片 却看得阿旦 鼻子酸了好几次 我总是想到自己的妈妈 她也像贵姐那么要强 总是默默付出 也不要谁的表扬 回想起来 我没有像安仔那么听话懂事 总是有一些幼稚的情绪 伤害自己 也伤害妈妈 而且我也不节省 总是不在乎怎么买东西最便宜 看完这个电影 立马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下次回家 我也要吃炒鸡蛋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电影 也能收获感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